因應北韓的核事威脅 南韓外長金星煥 和統一部長官柳右翼等政府高層 到國會商討對策 柳右翼引述情報 指北韓進行第三次核事的機會很大 最新消息指 北韓銜鏡北道封溪里核市場 除了坑道內的核爆裝置準備妥當 並用遮光板遮住之外 近日還有高層人士坐車進入核市場 相信是為核市做最後檢查 另外美國和南韓在東海 展開三天的綜合海上演習 內容包括反潛訓練 艦隊艦、艦隊空射擊演習 海上戰術機動訓練等 美軍罕有感出動6,900噸級的核潛艇 舊金山號 舊金山號配備射程達1,000公里以上 架戰斧式導彈 可以涵蓋整個北韓 是自從1994年 北韓首次爆發核危機以來再次出動 而南韓就派出世中大王神盾驅逐艦等 十幾艘艦艇 反潛巡邏機 以及三貓直升機參與演習 南韓強調今次只是年度例行演習 與北韓核試無關 但分析認為 美韓聯合演習 是要向北韓展示軍力 警告平壤不要核試 香港寬頻電視機就在金營報道 我相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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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不要核心 我們不要核心 等下 等下 等下